原本在新加坡发展的歌手魏妙如 2020年决定回到台湾闯荡 他凭着实力参加电视的歌唱节目 也涌夺了百万冠军 那最近呢他开始拍摄影片 要当起YouTuber 分享在新加坡在台湾的生活故事 当我们不在一起 快乐小心不再和你有关 透过旋律谱出动人的歌曲 清新甜美的嗓音抚慰人心 他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魏妙如 刚得到歌唱节目的百万冠军 没有明星的降气 个性亲切随和充满活力 采访这天妙如正宇制作人 在录音室录制demo 两人创作的默契 可以说是一排即合 我们写歌的方式是 所以我来我是担任 就是tracker 就是我是比较像制作的角色 所以我会做编曲 然后妙如负责发响旋律跟词的部分 我很少就是跟一些歌手开始写的时候 比较少像妙如这种状态是 我们分工完回来组合起来都非常match 只要稍微调整旋律的节奏与音调 歌曲就有更多细腻的展现 妙如对音乐的敏锐度 让两人在创作上有许多的激大 本来在听华语流行音乐的人也比较小众一点 就比较少一点 对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来到台湾 虽然说大家都会问说 为什么不要去其他地方 但是我觉得台湾这边会有更多的自由 然后更多的人去接受一些 可能在花语流行音乐是新的一些东西 带着对于创作的憧憬 只身来到台湾 即便遇到挫折 也没有使妙如退缩 心思细腻的妙如 总是将最深刻的感受写进她的创作 她爱着台湾的一切 更希望能够透过歌曲 让大家更认识她 也让在新加坡的歌迷朋友 与她一起爱上台湾这块土地